現在我終於在吃喔 再給他兜索幾下 不然都要放槍 來來來來 走 走 我好像有點拉力 會不會斷桿啊 我第一次跳到耶 你長得好扁啊 早安各位 久違的廁所開場 今天一樣要去弄水溝 那以我的經驗來看 每年差不多11月到12月左右 中南部沿海的水溝都會跑進一群黑雕 不外乎是殘暖的交配 那這是我身為水溝流大師兄所得到的結論 這時候去釣一定有貨 所以現在趁著天氣還行的時候 雖然說風可能會有點大 來去試試看 然後我們今天影片有贊助 終於輪到我了 感謝SELFSHOCKVVN贊助播出 下一個是 下一個是 應該是這樣 來這樣 通靈之術 這個是 這個是 TING GO 只要輸入有優惠大碼 OMEGA ORANGE 就可以享有1.7折的優惠 忘記你的台詞了 TING GO了兩年 又贈送三個月喔 當然使用30天不滿意 超脆 好 今天打算來玩一下潛打 我大概已經一年都沒玩潛打了 我個人覺得潛打的時候的非常好釣的釣法 相較於鹿牙來說 那比起其他釣法我覺得潛打其實算是非常經濟實惠 只要有一把潛打肝、潛打輪 像我這一組加起來不到2000塊 網路上隨便買的 然後它乾鮮的部分也被我弄斷一起 但是還是可以用 那除了乾捲之外 在一個活兒童裡面再買50塊的活蝦 今天一整天就可以玩鬆鬆 如果你是一個想要接觸海釣 但是又怕打龜的話 潛打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像我自己鹿牙打龜打太長的話 我就會玩一下潛打 俘惠一下我受傷的心靈 那我現在是配1號線然後用6號潛打 雖然說只是釣水溝 但是偶爾會出現一些霸王等級的東西 所以6號比較抱歉 開高 記者現在位於這波波大波 這個波波大波是要 東北急風來了 還有這個現在的結束應該二十幾年 可能是這樣子 我們要用時間了 真的沒什麼天可以釣 硬著頭皮釣看可以釣到什麼 好像 好像有東西在吃喔 看都在動了 來來來 吹咧 喔喔喔喔 哇唷 OK 啊 欸 其實尺寸還行喔 這個尺寸有 柿子耶 還不錯耶 唉唷 皮肌還行喔 水溝可以釣到這種皮肌還不錯 大概有二十塊塊 可以喔 不要咻喔 風太大 剛剛風一吹 蝦子直接勾在我頭上 還好只是勾在 薄衣外面 不過這件衣服可能還要浮 無言啦 啊 看起來我終於在吃喔 再給它鬥走幾下 不然都要放槍 來來來 走 走 喔唷 靠我現在有點拉力 喔喔喔喔 兇兇兇 喔喔喔喔 這什麼好呆嗎 不對 牛尾嗎 靠 真的教會有這種東西 還是不是牛尾 靠 喔 喔 來爆一下 我把它提上來 喔唷 不行不行 會不會斷竿啊 欸咻 瓦勒 瓦勒 這個是 牛尾嗎 我第一次跳到耶 你長得好扁啊 瓦 瓦勒 瓦勒 這牛尾是長這樣子嗎 這傢伙真的也太扁了吧 好酷喔 這水門竟然有這種東西 拉起來我也以為是呆 很像那個恐龍魚 奇怪 到底什麼東西 這個我看了天啊 講是一個好吃的東西 全部都是黑貂 有沒有看錯 好多喔 真是不大 大概都是那麼大 大一點的手掌 可是第一次看到那麼多黑貂在這裡 來 竿子準備好 直接來試試看 一群直接來吃啊 哇一群直接來吃啊 然後黑貂很金 所以我現在要偷偷躲在堤防後面 然後黑貂很金 走 走 走 這個體型有耶 哇這個 這賽子還行耶 四指寬斑油吧 漂亮 大家看一下它身上黃點點 聽起來講它是流水魚 從外海游進來了 這邊才會身上有這黃點點 不知道為什麼 夠有這種大小的耶 不錯耶 小咪掉一隻 超咪的 這邊賽子差距很大耶 好像又有東西了 給它多吞一點 揮點線 來喔來喔 開槍囉 走 鼓呼 哇塞 欸 花生 花生 不錯喔 欸 這個小洞蠻多的好東西的 我現在把我的耳伸到這個水門裡面去 來囉 來囉 再吃囉 走 欸 這麼沒力的咩 小丟丟一隻 這裡黑鵰真的好很多啊 有大有小 平均Size是這樣 再大一點的也都有 現在起流了 現在起流了他們的食慾應該在增強 我這個耳一放下去 應該有機會馬上被貼走 從這個洞慢慢地放下去 馬上就在吃了 中 欸 恰奇辣咧 哇 這水溝連恰奇辣都有 可惜沒有上上市那個水溝體型那麼大 不過也是蠻好玩的 又中 小鵰 不拍了 這黑鵰也太多了吧 可能拍不太出來 但是我肉眼一看 真的是一整群 我現在把我的咬先往後移一下 那邊的黑鵰其實戒心非常高 不知道是我太帥還怎樣 看到我就怕得要死 所以挑一點的話 可以讓那個神仙比較自然的狀態 應該會比較毫不容易把它吃下去 來喔 再吃囉 再吃囉 多放幾圈 好 來來來 酷了 哎呦 這裡有衝力 嘩 又死你 我覺得 黃旗鵰跟黑鵰比起來 黃旗鵰吃了比較殺 黑鵰吃了小心小心亂捉一通的 它這個一口就直接下去了 黃旗鵰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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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下午茶時間 整隻被我煎得津津洪洪水水脆脆 香 這隻黑雕有螃蟹味 其實像黑雕這種地區根據他們的生活環境不同 他們吃起來味道會有點不太一樣 像馬祖的就是非常鮮海水的鮮味 很好吃 算是我吃過味道最頂級的黑雕 馬祖的黑雕 那這類的話可能就是 甲殼類啊那些比較多 所以吃起來是有相對應的香味 很多觀眾朋友一定會很疑惑說 為什麼美嘎美食只有乾煎而已 其實我也不太會吃下料理的方式 但是我覺得往往好吃的東西 用最簡單的風調方式 就可以吃出它的美味 來整塊都吃下來了 好了 完食 有點後悔沒有再釣一隻 吃完了代表就是影片要結束了 那最後再次感謝ServeShop VPN 再重播出 等Omega可以多活幾天 我是Omega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